好 今集就是黑暮空 今集來攻略最終章 這一章應該都會走得比較輕鬆 還有快 畢竟他就一個區域 都沒有多餘的分支路線 和分支劇情 沒有太多複雜的分支 分支東西 而且上一集已經升滿了 所以今集應該都會和上一集一樣 除了主線 一定要打BOSS之外 其他BOSS我就報個方位 就算了 這樣就不打了 所以這裡就節省一點時間 一開波已經有一隻要打了 打回上一張 在磐斯領見過的 那個 王寧冠 這隻好像設定上都挺厲害的 沒記錯 那時候原作裡面 大師兄大鬧天公 他就有出來 頂大師兄 擋啊 大師兄 又真的被他擋了下來 所以實力有不上 這隻 好 就是他 嘩 又拿 等等 還有他 還有很多 等波中的招 你看 飛來飛去 然後 你看 那些招 要是飛前 要是飛前 要是飛後 太多大動作的招 然後又飛了 超級等波中 中 中嗎 吃多東西 咦 踩風火輪 應該變形態 太遠無以外 太遠無以外 讓他過來 先過來 中 行嗎 不中 咦 還沒變 太遠無以外 太遠無以外 那時候剛好 用那招 轉型態 那招 足技 轉這個 第二型態 弄到那招 硬不中 無效 不用了 咦 搞錯 這樣也中 咦 對啦 打他吧 咦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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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裡 終於可以 打完他 跟斗魂 十萬八千里 拿了救魂之後 便建議 回頭 先不要衝出去 因為後面 有一套裝 可以修製 有一套 假的大聖裝 可以修製 回到最一開始 在這裡 我們一開始 在這裡走出 這個位置 然後在這裡 升上去 咦 先 實際位置 我都不太記得 是哪 詳細位置 我不是很肯定 但是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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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多一次 會怎樣呢 是否給你一套 應該直接變錢 對嗎 哦 直接錢 都沒什麼 在這裡 在這個位置 總之 一開始 飛上去 上面 有個平台 在那裡找一下 你會看到有寶箱 撿到這套 假的大聖裝 飯品 如果你只打一周目 爆機就算了 這套對你作用不大 但是 如果你是打了三個周目 收了所有的六根 即是那些根器 那我強烈建議你去拿 因為你三周目之後 拿了所有根器之後 它的防禦力 就是整個遊戲裡面最高防的 現在 集齊四套 然後 就已經可以直接去到八百防了 然後 這一套 再配牛魔王 那把棍 那支棍 就是你越高防 它就會越高攻 根據防禦力來 再加攻 於是就可以配到一套 攻擊力和防禦力 數值最高的一套狀 即是不算其他特殊能力 譬如其他有這樣的特殊能力 即是 什麼 化身技打中對手 然後會加棍勢 即是如果不算這特殊能力 只是計攻力和防禦力 它這一套的配裝應該是最高的 本身套東西 最高防 然後加上它的棍 加防 再加攻 這樣 可以有這樣的玩法 即是你三周目的時候 就可以配這套裝出來 接著就可以打四周目 五周目 都是這樣 都是靠它 那 這裏就 閃回去 那 回來到BOSS位 我們由BOSS位開始 接著就跟回它的劇情走 去那些有閃電的位 去那些有閃電的位 打四隻東西 對 打四隻東西 接著就拿那套真的大聖裝 拿完那套真的大聖裝 之後就回到水田洞裡面 接著就拿一支定海神針 就是拿回大聖整套東西 接著就 爆肌了 除了那幾隻劇情BOSS之外 還有幾隻分支BOSS 一開波衝過來這邊 下面有一隻色術 那個已經是 主線BOSS 我們不要管它 這裡有一隻 我就先說分支BOSS 這裡有一隻 石子 石子 這隻東西其實蠻無辜的 好像出門找老爸 還是找老母 找一找 它走錯路 走過反方向 然後來到花果山 然後在花果山 一會兒被風景吸引了 看風景 接著就遇到我們的天命人 接著我們就打勾它 哈哈 石符石帽 石子 對 這裡有一隻 沒有記錯 下面 就是一開始飛到湖底位 看看 還有最後一隻青蛙 接著要走 這邊 這邊好像走到盡 這邊的湖 好像也有一隻BOSS 沒有記錯 先 對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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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子 石子 對面 對面這個湖 對面這個湖 有隻不知道 不太記得名字 先拿去 它突然一彈出來嚇了 一跳 啊這個 嘩 嘩 這樣痛嗎? 跳浪 搞啊? 噢 這個被我秒的 先走 我不跟你打 咦? 好像一定要打 觸發了 厲害 不打也不行 貓的 好啦 那沒辦法 我還打算報一報個方位 誰知道它直接隱形牆 鎖 走到也不准走 這隻很麻煩 又要 哎 又是那些 波中的招 跳在下面 你看 在那裡 跳在海裡 然後 弄一些觸手 啊 蹲波中 唉 死了 三段 砰 這樣也不用 唉 馬力 哎呀 這個銀座 哎呀 我不是上線包 我想用筋斗 唉 好吧 先過來這裡 石子 下面的湖 這裏已經有兩隻了 接著 這邊走到盡 有隻青蛙 然後這邊走到盡 還有一隻河馬 接著沒有記住 好像還有一隻 石仙峰 獨屬性的石仙峰 接著它這一關 那隻石仙峰呢 我印象中 那時候一周目 那時候 繞了很久的地圖 我找到有三隻 完全一模一樣的 但是 其實 打一隻 就應該OK 理論上 打一隻 收了一個圖鑑就行了 因為我印象中 記得 就算打贏 好像也只有金錢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這裏 這裏 看到嗎 最近那裏 這裏 有隻青蛙 這裏小心點 有隻青蛙很難打 石化會硬化 還有下面 還會有些天兵天將 飛下來干擾你 所以這隻比較麻煩 然後呢 看看 這邊還有沒有 好像應該沒有 我不是很記得 那三隻 毒屬性的石仙峰 我不是很記得 方圍系列表 我只記得一隻 你找一塊地 有沒有奇怪的石頭 突出來 應該就會見到它 如果你看到一塊 很可疑的石頭 突然突出來了 即是有塊地 突然很空曠 然後有塊很可疑的石頭 突出來 那你走過去 你就應該會找到 就應該是它 現在 現在 就 咦咦咦咦 這裏有一隻 這裏有一隻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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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獨統領 獨統領 明明是石仙峰 來的 呃 又鎖跪了 我不給 是嗎 又鎖了 又要硬地打 算吧 下次我不觸發了 下次純粹看到它 我就有什麼 嘩 V了 不要啊 是 要打死的 不要啊 打死我 上一打死我吧 這隻反而可以閃走 為什麼剛才那隻反而不可以 剛才那隻水鬼又不可以 水餃又不可以 這隻反而可以 又回來了 然後就去左邊 一開波向左走 即是石子那邊 可以 所以 找到河馬 這關應該就齊了 這一關的分支波士 如無意外 然後剛才那隻獨統嶺 有三隻 剛才那邊一隻 我印象中沒有記錯 好像這裡應該也是一隻 不知道哪個平台位 這裡呢 又好像不是 有一個平台位 有一個石凸出來 隨便吧 不找吧 找到一隻就算了 當是收了圖鑑就算了 然後這裡 這裡 這裡還有一隻 波士版的河馬 其實它有很多小怪 不過這裡就有一隻大老板 這個位 就是 水木獸 再見 看見那個船窩跳下去 總之你貼著最左邊 一直貼著它飛 就是了 那 如無意外 應該那些BOSS 都收齊了 應該 就是那個BOSS圖鑑 上網看就說 BOSS圖鑑 都是最難收的一個獎盃 但是 如無意外 就應該收齊了 就是打到這裡的話 啊 還有一隻 差點忘記了 還有一隻 不過去之前 我先去開個Checkpoint 因為這裡有另一個Checkpoint 這個位置 看到嗎 0044有棵黃色樹 下面有個Checkpoint點 這個 最好先去開它 我剛才 忘記了就是開 因為這個位置 之後是有劇情的 之後 這裡 對了 河馬 然後 那隻 毒統嶺 河馬 毒統嶺 還有 那隻水 那隻水餃 三隻 然後還有一隻 飛上來這裡 然後 左邊就是那個水煉洞 不過現在 不用去著 然後我們飛去右邊 這個位置 會見到有條縫 零零射射射 零零射射射 有條縫 這裡是最後那隻 隱藏大佬 打完這隻 基本上 就齊了 那些隱藏BOSS 這隻 這隻 就是比較 又是 又是 丟波鐘 又是丟波鐘 這裡有 很大的石頭 正常 如果你 前面 你 跟著我的 攻略片 跟著前面的 攻略片 去 收齊了 那幾顆 那四顆 應該就可以打 但是如果你 還沒收齊 你過去就沒什麼打 一定要收齊四顆 穩 接著打完 他就拿了第五顆 穩 這隻 大石 敢當 我不再打多次了 我直播已經打了幾次了 他的打法比較特別 就是 你要等他 扔地 等他那兩隻手 真的扔地 你千萬不要衝過去 你不要衝過去 衝過去 有機會被他的手直接壓死 秒殺 秒殺傷害 你站遠一點 讓他的手扔下來 接著 他的手下面 會有一些 精石 你就打他的精石 他一扔下來 有個 即是有一招 是兩隻手 一起扔下來 接著 就會定在這裏 那你就 一直扔一些精石 就可以了 但是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去等他用那招 純粹都是拖時間 這隻手扔波鐘 打完之後 拿了第五顆 找 接著 就可以回去 找那隻狗 找那隻 練丹狗 記得 打完之後 就回去找那隻 練丹狗 不要直接 做其他事情 可以練到 最強的仙丹 那顆仙丹 可以把所有屬性的上限 都提高 加血 加力氣上限 加NP 幾個上限一起加 只可以練一次 基本上是必打的 必打這隻 接著 打完直線BOSS之後 基本上就 沒有了 這裡 這些分支BOSS已經完成了 現在就過去 打完四隻主線BOSS 打完四隻主線BOSS 其實可以收皮 接著還有一隻 真結局的BOSS 還有一隻 真結局的BOSS 搞定它 就可以 真的可以收皮 看看 然後 色術 鬼見了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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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先搞 色術 色術 算是最容易的一隻 看一看 看一看 飛上去 接著 接著暗實R2就可以了 什麼都不要管 千萬不要鬆滯 發生什麼事都好 你都不要鬆手 總之暗實它就是 這隻是最容易打的 一隻 最容易打的一隻 我想應該是整隻遊戲中 最容易打的 就兩個考驗 考驗你力氣和HP 如果你的力氣不夠高 抓不住的話 就會被它吹下來 或者你的血不夠高 就會被它燒死 好 考完力氣 然後 應該是 會著火 好像 如果你的血不夠高 你就去練單腦 練一下單 加下HP上限 加下HP上限 加下力氣上限 這樣 或者裝那些加力氣上限的道具 HP上限好像沒有道具 但力氣上限是有的 沒有記錯 有個 有個不知什麼東西 我先看看 不求人 好像 這個加力氣上限 你可以裝這個 兩個考驗 接著你會拿到一個頭 拿到這個鳳刺紫金冠 神真 即是真那件 你會拿到真那件 大師兄的頭冠 這件是真的 這件是假的 但現在一件是假的 我先裝一件假的 我先裝一件假的 然後 搞定 搞定它之後 就可以拿一個鴿 這個位置 還有一個 檢查點給你 就這裏 這裏好像是打一隻西牛 這隻 還 好的 不算太難打 因為會有異性幫拖 所以還可以 對著這隻角 不斷砍 但會彈刀要小心 你要儲氣 要儲氣 劈斷 他的角 硬硬硬 二星會幫拖 金甲西牛 浮空 老闆 順便 斷了 用鐵頭弓直接 打輸出 趁現在 打輸出 他的角蠟 斷了可以再生 再生了 馬上斷了 很好 這麼快再生 提準機會 還要衝 停吧 叫你停不是叫你避 這麼聰明 耳晶頂住 打中我屁股 唉 馬迪真是 不要動 打不中 打中其他部位 其他部位基本上是打不入的 一定要用草器刮死人角才有輸出 喂 怎麼不就暗了 低能判定 聲音都出來了 嘔一聲 怎麼這樣都可以再 打中 立棍吧 街仔 可以可以可以 嘩 還沒斷 打了兩次兩段 嘩 這次不准 應該是 嘩 敵差一點 唉呀 真可憐沒有法力了 提準機會 終 煩膠野 對 設計挺有意思的 不知色術是拿頭 那兩隻角 接著這隻西牛這麼硬 就是代表牠的甲 堅硬的甲 鎖子黃金甲 接著會打一隻鹿 跳來跳去 接著就拿一隻腳 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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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一隻腳 接著最後 打一隻不知 螳螂 接著就代表一隻手 接著 可以過來這邊 對 沒錯 接著條雷走就可以了 看到雷的地方飛過去 接著看到那些紅色的樹 那些花 打一隻鹿 呃 這隻鹿有兩個型態 要小心一點 不過這隻鹿有些少少 可以用一些卑鄙的手段屈死它 我之前直播有剪了一條片 可以參考一下 有一支毀明流的方法可以屈死它 我們可以靠二師兄來 詳細可以過去看一條片 第一型態自己打 第二型態二師兄會走出來幫你 接著第二型態可以靠二師兄屈死它 吃掉加工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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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暈暈 他的動作真的很像他那隻髮環那隻 什麼祖靈之王 很像,不是開玩笑 鎖血 又是這些麻煩 鎖血,然後強行吹走你 想瞄他也不行 這招很像嗎? 很像祖靈之王 那一刻跳躍也是這樣 對,鎖 蛤? 這樣也不中? 這麼糟糕? 十分好! 這麼巧吧 刺下去是游用的,起手招 鎖血好避開,先瞄個屁股 屁股應該中了吧 屁股應該中了吧 先進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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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 這麼巧呢? 見文色霸氣嗎? 屁股? 屁股 屁股 好,走啊 馬上走 馬上走 走過來幫忙 然後二星就可以 利用他來 屈死他 但我不知道現在還能不能做到 因為這個方法已經在說 兩個版本之前 現在已經更新了兩次了 我不知道還能不能做到 這個方法 我這裏都懶得再試 這個方法雖然是很卑鄙 但都很花時間 要靠二星慢慢和 撥起來 二星幫我分散一下 注意力好 行不行? 咦 贏了 分散一下注意力 多撥兩棍就搞定 搞定 搞定 真的不肯駭 勒棍? 中了 不肯駭 動來動去 然後現在就 看看 找回他的檢查點 啊 現在閃到黃色樹的檢查點 然後會有劇情 打完一隻 丟 這裏 暴狼丁 應該會見到阿儀師兄 對了 有有有有 就是捉螳螂 然後螳螂進了他的肚子裡 然後我們又要飛進他的肚子裡 幫他搞螳螂 阿儀師兄真是壞手賤 哈哈 在想被他 在想被人升爆肚子 沒問題 原作也玩過不少 這招 飛進去別人的肚子裡搞事 原作裡面大師兄也玩過不少這招 有時候問一下鐵線公主借這個巴蕉線 都試過這樣搞他 在肚子裡搞到肚子痛 遮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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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 遮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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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就不遮 blossif 我的肚子 第型態 第型態小心一點 攻擊慾望很猛 還有 好像痛了不少 這個真的要小心一點 先吃藥 別吵了,正在打了 誰叫你自己手箭嗎 誒,頂到 撲甲 哇,痛 痛痛痛痛 打算拼合終結技 10分好? 不要緊,有3 猜不到 迫避狼,堂避擋居 接著可以收起手 齊了 好像疼了嗎? 阿屌! 沒事了,我知道什麼事 唉 剛才打完暴雲鹿 他換了我的腳,我沒有換回 搞到那個套裝技能沒有了 應該是 貪快 因為他這裡,你打完之後 他會自動和你換大聖套裝 你要自己換回自己用的套裝 撐他肚子 先看看,應該是 是啊 對 一打完那隻鹿,他轉了腳 我沒有換回原本的 假的大聖套裝 搞到套裝技能沒有了 現在只剩下400多防 500防都沒有 難怪剛才被他打那麼痛 要轉了 嘩 先轉 然後,因為沒有了防 弄到我的棍都低於弓 轉回了,現在又有800防 然後,這支棍 又有260弓 那又少了幾十弓,差很遠 等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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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會兒拿著定海神針 之後又要轉回 好像是會自動幫你換鬼 走了 回到水煉洞 就欠一支定海神針 欠我的東西 欠我的巨炮 有 就在這裏 這位不讓你用筋斗雲 撐他 又要逼著走 可以了,快點 水煉洞 花火山 水煉洞 美後王 齊天大聖 孫悟空 酸悟空 嗯,還是拿 未更新之前 這個位置走過去 就已經會拿 拿到停了 因為地圖的邊界位 轉區域 它有0點幾秒會定在這裏 現在叫做好 這裏 雖然沒有拿到停了 但是很明顯看到它 也是有吊頻 唉,PS5 可能要抱機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巨炮 這裏 終於撈完了 又要硬看多次這一段 撐他 已經看了整 四個周目了 其實他是不是忘記了某些片 他沒有弄那個 skip的功能 唉,終於搞定了 原無意外 一周目應該最厲害 這把東西 一周目那時候 對,一周目那時候 你就用它 加上剛才 大師兄 認真那一ten 整套 接著打到三周目 再換牛魔王 那裏 再換 這套 改裝 記得要先把整套 然後還有幾把要二周木才弄出來 一周木不讓你弄 現在可以去打大師兄了 打最後大佬 這裡,嘩 更新了兩次都是厲害的 還拿到定在這裡 這裡基本上就不用了 因為這裡一條直路通上 這裡一條直路 上去就打大佬了 所以這裡可以完結 但是完結之前呢 還有一個隱藏BOSS 就是二郎神 這裡分兩個結局 我建議你先打最後大佬 先看第一個結局 然後呢 我們再去打二郎神 再看另一個結局 一定要這樣你先去一個周木看兩個結局 如果你先打二郎神 再去打最後大佬 你就看不到第一個結局 因為你一打二郎神 他一定會去第二個結局 你就不能選擇去到第一個結局 你就不能選擇去到第一個結局 這裡就有少少麻煩 要注意一下 要去回這個... 浮渡塔 這時候回到達浮渡塔 應該會有段劇情 我就不走 不走多一次 因為地圖都是一條直線 都沒有什麼收拾 一條直線走到尾 直接打大佬 會看到... 小光頭在尾立佛 過去就... 觸發劇情 就直接進去... 那個... 雪山那裏 那裏 我不過去了 不看一次了 不浪費時間了 總之你現在過去就可以... 去打二郎神 對了 接著... 有一件事要注意的就是... 呃... 如果你要收獎杯的話 你一定要打他 接著就會拿到... 拿到這個變身 拿到這個變身 變石員 因為其中有獎杯 就是要你收齊所有變身的東西 接著就是這個根器 看看... 那前面五張呢 就會拿到五個根器 那一定要... 打完二郎神 才可以拿到第六個根器 六根 那如果你... 不打他 你直接去爆機呢 那你就只拿到這五根 那如果你... 直接開下一個週目呢 那你可能就會變得... 拿少了一個根器 那你那套... 假的那套大聖裝 就發揮不到他的威力了 即是正常情況下 你一週目... 拿了五個根器 拿了六個根器 那二週目你就可以再拿一次 那三個週目就可以... 拿滿了三個能力 即是一個根器拿滿了三個能力 因為你一週目只可以點一個 然後你二週目就會繼承 然後二週目就可以點第二個 然後三週目就會繼承 那兩個 然後就點第三個 即是最快的... 情況下 就是三個週目 就點滿了三個 然後你一定要三個週目 你都要去打二郎神 那你才可以點滿了第六個根器 如果你不打二郎神 只是打大師兄 然後就可以二週目的話 那你的第六根就會點少了三個能力 那這裡就少了三個了 等於 如果你那套... 你那套假的大聖裝要... 要拿盡防禦力的話 那你又要再打三個週目了 即是變成可能你要打六個週目了 這裡要注意一注意 一定要打二郎神 拿了六根 你才好 開下一個週目 要不然就撿漏東西 很嚴重 對了 那接著 拿滿了這... 六個根器 三週目 拿滿了六個根器 點滿了能力之後 它好像還會有個獎勵 我現在都還沒試過用 我現在試一下 可以拿那個... 即是裝回大師兄的套東西 然後裝上一顆棍 好像可以拿大師兄的架式 會有一個特殊架式 對了 即是你... 你裝完這個之後 然後裝滿這個之後 然後就可以... 用到大師兄的架式 大聖架式 但好像要... 不知道要... 存滿... 氣嗎? 不要記得 會送這個架式給你 但好像是限時的 我沒有記錯 因為原本那個架式 好像只是在花果山才給你用 看看... 分塊在這裡 分塊在這裡 看一看 那... 爆滿了三週目之後 就可以在其他地方都用它的架式 但是限時 好像只有1分鐘還是3分鐘 我自己沒有用過 對了... 你看看... 右下角... 右下角架式的樣子 這個... 大聖架式 正常呢... 劇情呢... 就... 只是在這裡才給你用的 對了... 但是你... 爆滿三次機 拿完根器之後呢 就可以在其他地方都用 但是就限時了 就叫做... 有個獎勵給你 多個隱藏要素給你 就是這樣 那... 應該... 就... 沒有... 什麼特別的東西了 應該都... 應該都... 要拿那些... 重要的東西 應該都上了 完毛以外 我轉回這一套 對了 對了... 對了... 準備大佬... 隱藏大佬 對了... 然後跟戲那些... 沒有啦... 應該完的了可以... 這個... 悟空的攻略系列可以正式完結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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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啦... 笑啊...